自从24年F1赛季在2月底拉开序幕以来 除了看场上动态 在回到欧洲之后出现巨变 让战况从一面倒逐渐变成多强拉锯之外 来一年场上车手究竟会怎么组成 同样不断在圈子当中备受讨论 毕竟在今年不少车手都因为所签合约到起去留未定 恰好在初阶方城市 近几年又出现了不少天赋十足的大无形人 谁能成为下一个登陆最高赛事的Supernova 自然受到热烈讨论 而对于无论是长期还是近年才开始关注初阶赛时的观众来说 在这两年想必对于Andrea Kimi Antonelli这个名字相当熟悉 这位当前校立宾是车手培训梯队 上个月才刚满18岁的意大利潜力鼓新秀 在去年拿下中东以及欧洲两个区域方城市联赛冠军后 决定直接跳棘F2当下就引发了一阵话题 紧接2月初当Louis Hamilton跳槽红军这单消息 惊动整个圈子之后 Kimi Antonelli有无可能在25年登陆F1 相关的讨论更是一路从开季就热议不断 经过快半年各种猜测与议论之后 答案终于在上桌又揭晓 冰市正式官宣Kimi Antonelli将会在25年赛季 以菜鸟新秀身份直接加入正常队搭档George Russell 但糗的是前一天Kimi Antonelli才在FP1发生失误 不小心把Russell的赛车给拆了 索性这一起事件并未影响到Total Wolf的想法 而Kimi Antonelli究竟是谁 又有什么看家本领能让Total Wolf 就算发生状况都愿意再来年提拔 这回就花点时间来介绍这一位 堪比Louis跟Max的F1超级潜力股新秀 同时详细交代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成就为何 在深入Kimi Antonelli到目前为止的生涯之前 光是名字的来由就具有相当充足的故事性 在06年8月出生于意大利波隆纳一个赛车世家 刚出生的时候一度被取名叫Andrea Antonelli 之后才新增了Kimi这个中间名 其父Marco Antonelli一直到近年依旧活跃于欧洲各大具体联赛当中 同时也在意大利卡丁联赛当中 以姓氏命名创立车队并营运至今 当然这里一定会有车迷好奇 究竟为何Antonelli爸要替儿子加入Kimi这个中间名 这都有两种说法的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Antonelli爸极度崇拜Kimi Reikkonen 但是从Kimi Antonelli接受一枚专访时 就部分否认了以上的说法 提到会有Kimi这个中间名 其实是跟他老爸的朋友间同业 一位名为Enrico Battagia的叔叔建一家的 认为加在中间的话名字念起来会卡顺 话说这位阿杰过去也一度当过赛车手 且有过些成绩 曾经在88年澳门格兰批制拿过F3级别冠军 并效力过F1历史上最胡闹车队Andrea Moda 但没机场就被fire了 总之在他老爸朋友的建议下 就这样改名为Andrea Kimi Antonelli 且因为Kimi Reikkonen的缘故 在华语圈也有不少车迷 会把Kimi Antonelli简称为小Kimi 有一个在当赛车手的老爸要踏入赛车运动 似乎也是在预料之中 在2014年也就是7岁的时候 首度接触赛车运动 且很快就展露天赋 隔年就赢得了生涯第一个和第二个国内联赛冠军 同一年参与由意大利赛车会ACI 所举办的卡丁车夏季赛当中 再度寄精四座 吸引到了单纲小型车队经纪人 Giovanni Menardi的注意 不只开出合约延览 更一路从区域赛资助到跨国联赛 在有资金的支撑下 让Kimi Antonelli能无后顾只有继续参赛 当中所拿下的冠军头衔更加是不计其数 包括在20级212年连续问顶CIK 欧洲区锦标赛总冠军 21年更加是以近乎横扫之之夺冠 如此的成就 在过去也只有包括Lewis Hamilton Sebastien Vettel 以及Max Verstappen等世界冠军等级车手到达过 在卡丁赛事当中表现出色之际 同时也吸引到大车队的关注 但出乎意料的是 当时率先注意并二话不说 将其延览入队的居然是Toto Wolf 在19年赛季开张之际 抢先出手将Kimi Antonelli 收编至冰市青年梯队麾下 有趣的是在这当中牵线的 也是Giovanni Menardi 主场看他比赛表现惊人之际 不断向Toto Wolf分享情报 最终促成了其加入三芒星 但照理说Kimi Antonelli作为意大利出身 怎么不是同乡的红军率先出手勒 这件事其实也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红军早已经有邀请过Kimi Antonelli 到红军位于Marinello的总部参与测试 结果在模拟器上跑出的比正选车手 还要更快的单全 吓坏了对中高层 为了保护现有青年军车手生涯 果断放弃延览Kimi Antonelli的机会 但是从事后红军所透露的说法来看 还是因为当时Kimi Antonelli年纪太轻 毕竟当时他才14岁不到 无论是何种原因 Kimi Antonelli自19年赛季开始 形同获得了宾式资助 继续在赛车路上前进 在21年拿下第二座CIK 欧洲卡丁联赛冠军之计 首度踏足方程式赛事当中 自当年9月满15岁之后 开始参与意大利F4级标赛 虽然是季中才空降加入 仅参与后三战合计9个回合的赛事 却成功在当年车手榜排进前十 更加是在Monza三连战三回合 都战赏颁奖台 第一回合赛事Kimi Antonelli 更加是正面对上了当年度冠军得主 未来将会在F2同队 且将于25年同时升上F1的 红军青年梯队车手Oliver Bearman 紧接在22年首度全年参与 意大利F4以及ADAC德国F4 赛季正式开商前 波控飞王阿布达比参与阿联酋F4联赛 就意外广受车迷热议 在拳击第一轮赛事当中 与Prima正宗两队友Aidan Neitz和James Watson 一路敖战到最后一圈 最终在冲线当下 Kimi Antonelli以仅千分之三秒之差 惊险夺胜 三车并排车头贴车尾冲线的画面 一度是在网路上引发热烈讨论与转传 同时让外界开始注意到 Kimi Antonelli这位年轻小伙子 虽然仅参与了第一战四场赛事 却扫下两次分战冠军 一次第二一次第三 一度在车手榜领先 之后当两大重点赛事 接连开季之后 成为Kimi Antonelli声名大噪的开始 率先开季的Ade Aze 德国F4联赛当中首战级告捷 同时在全年15回合比赛当中 豪取久胜早早就封王 但是对比德国F4联赛 紧接而后登场的意大利F4联赛 才是真正的战场 向来都是F4系列赛当中 竞争强度最强的联赛 果然Kimi Antonelli就在第一轮 三回合比赛当中 踢到铁板仅有一分入带 但是在这之后 就看进入状况的Kimi Antonelli示范 什么叫做实力碾压 自第二轮Misano战开始 十回合当中扫下九胜 包括在SPA以及Vallelonga 两轮比赛全胜早早就奠定胜机 季末又在Monza以及Mugello 拿下四连胜 在比其他车手少比一场的情况下 收下破纪录的13胜 同时继Adeyace F4之后 一年内连续收下两座F4联赛冠军 紧接在同年底参与由FRA所举办的 世界赛车运动会F4级别当中 在排位和正式的比赛当中 两战两胜 更加是在左手受伤 无法正常行动的情况下赢的 名副其实的让一只手还能海方对手 胜场接踵而至 不断吸引到外界注意及好奇 找过去的惯例 23年基本上100%确定可以只剩F3 但出乎意料的是 Kimi Antonelli在与车队讨论之后 居然在23年选择转向参与所谓的FOMULA REGIONAL 一个论车辆性能其实跟F3 差不了太多的赛车级别 真要讲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F3.5 但是比赛范围就小了很多 主要是以各州的联赛为主 而Kimi Antonelli的参赛途径就跟去年完全相同 先在年初参与了为期两个月的中东区域联赛Frey Mac 在中东联赛闭幕后 在无缝接上4月份开幕的欧洲联赛Frey卡 就连参赛成绩也成功复制贴上 两个区域联赛都顺利收下总冠军 其中在欧洲联赛当中 20场比赛仅两次无法得分 早早就预约锦标 而从宾市内部的车手培训报告当中提及 Kimi Antonelli拥有极强的车感 速度极快且稳定性极佳 虽然从参赛记录看下来算是慢热型的车手 但是一旦让他暖击完成根本没人追得上 赢完了F4升上Formula Regional同样无人能挡 这回应该可以确定Kimi Antonelli应该可以上F3了吧 但就在二三年赛季结束的同时 宾市青年军又做了一个相当少见的决定 在二四年赛季开裸之前 宾市车手计划宣布 Kimi Antonelli将直接跳过F3从F2开季 距离最高赛事仅一步之遥 且就在几乎差不多的时间 出现了Louis Hamilton决定前进红军 这单核弹极大新闻 两大消息交叠下在当时是一度引发了一阵轰动 除了大肆猜测Kimi Antonelli会不会在隔年只剩F1之外 更多的是怀疑宾市这样的升线步调会不会太急 毕竟从FOMULA REGIONAL只剩F2等同时比赛强度连升两级 要知道就算强入号称近年最强新秀的Oscar Piastri 也是从雷诺方程式欧洲杯开始一年爬一阶 接连拿下F3及F2年度总冠军之后 多蹲了一年才被MACLAREN 拦弧 就算是George Russell 还是Charles Leclerc等昔日初阶方程式的超级新人 也都是一年升一阶 就近冰势的盘算是帮助到 还是害到Kimi Antonelli当时是质疑与担忧各半 但其实从F2的赛程结构来看 好像也不是想不到 摊开今年全部14站的赛程 主要的比赛场地是与中东以及欧洲为主 这对于Antonelli来说无疑是意大利多 毕竟过去两年无论是跑F4还是Formula Regional 对于赛程中场地是再熟悉不过 而另一个关键在于下一代F2赛车 也在今年正式上线 赛车改踩地效底盘框架 调性与前一代赛车是大相径庭 在老鸟新人都必须摸索新车调性之下 缩小了彼此间的实力差距 然而这都只是外在因素而已 实际上的表现为何 还得看开季之后的表现 然而到现在为止赛季也过了四分之三 Kimi Antonelli虽然拿下冲刺常规分战冠军各一 但表现就算只看新秀车手 真的也不是特别起眼 目前在车手榜仅能排名第七 就算只看新人车手也只能卡在第四 排在前面的包括了 Maclaren青年军车手Gabriel Bartoletto 生涯当中最可敬对手Paul Aron 甚至早在上周被紧急叫上F1顶门的Franco Colapinto 都排在他之前 但是这多少可以归咎在今年赛事的变化上 前面提到由于今年的F2启用走地效底盘概念的新车 赛车调性大转某种程度上也让场上竞争版图按下了Reset键 原本作为F2强权的Prima车队 经过了大半季始终好像不知怎么把赛车设定到最理想状态 无论是Kimmy Antonelli还是前一年F2赢过最多场的Oli Behrman 表现都不怎么出色 但是从红军决定在明年让Behrman从Haas展开生涯仪式看下来 今年在F2的成绩优劣看来真的是没什么 更何况是连F3一场都没跑就只剩F2的Kimmy Antonelli 这样的表现其实早就能够交代 且对于宾士来说 自从祭出Louis决定出走之后 几乎已经笃定来年的席次出缺失让Kimmy Antonelli承接了 打量安排测试工作力求让Kimmy Antonelli 及早适应最高赛事的强度 包括4月份在Rebel Ring试驾21年的W12赛车 5月及7月分别在Emiler及银石赛道使用W13赛车跑圈 亦或是上周在Monza让Russell在FP1休息 让Kimmy Antonelli上场才有不小心把赛车拆了的戏码 多次测试下来 无论Toto还是技术总监James Allison 全部都对Kimmy Antonelli的表现赞予有加 且从无论F2的参赛 还是参与场下测试都符合甚至超过原先的预期之下 最终在9月份当宾士无法第一时间争取Verstappen的加盟之后 正式官宣Antonelli将在来年从宾士正场队展开生涯 菜鸟赛季就能加入具有征胜能力的车队 在近10年来也是相当难得 毕竟就算是2、3年的Piastri加入Maclaren的当下 当时的橘子军团战力有多糟应该不必再多提了 往前看无论是Russell、Leclerc还是Max的新人赛季 都至少在中下游客户车队待了一年以上才能升上正队 Kimmy Antonelli的生涯路径 不意外让人联想到准备离队的大前辈Lewis 在07年以菜鸟之姿登陆最高赛事 就能加入当时仍有角逐世界冠军实力的Maclaren 还差一些就能成为F160多年来首位拿下世界冠军的菜鸟车手 当Kimmy Antonelli升上一只过去创造王朝的强权 加上又是取代正宗功劳无数且战机辉煌的老臣Lewis Hamilton 总会被联想成是承接一波的角色 被拿来跟Lewis比较似乎也不是出乎预料 而往另一个方向来看 Kimmy Antonelli在来年虽然能风光代表冰市出赛 却也同时代表着承担这支强权名号的开始 全场的目光势必聚焦在这位年轻的意大利新秀身上 能否顶住无数车迷的关注 以及媒体近乎失控的炒作 这将会是Kimmy Antonelli下一个阶段首要面对的 究竟是扛住压力进化成下一个世代的看板人物 亦或是压不住自爆最终淹没于时代洪流之中 距离上一位出自意大利的世界冠军 已经是1953年的Alberto Ascari 有没有机会在今后的世界冠军奖杯上 见到Kimmy Antonelli的名字咧 当然作为旁观的车迷之一 能够做的就是近看赛车之神 如何操弄命运的转盘 左右下一个世代赛车世界的走向 All right 大致上交代了Andrea Kimmy Antonelli 到目前为止的赛车生涯 这两年几乎只要是看初阶赛事 都一定知晓这样的一位大无心人 升上F1那一刻不外乎是期待跟担忧参半 各位又觉得Kimmy Antonelli 在未来会是下一个世界冠军 甚至破纪录的超级强者吗 欢迎各位留下对于这一位 下世代潜在超级新人的看法吧 好 那就下回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